大家好,我是追影,今天继续我们的全黄98C灵气版实况结束,这一次还是蝗虫对着火球术打一个三问 后果的中拳,看草铁银跳轻腿,直接想强制破防,但是七家车快速反应了过来 七家车反身也没有偷到,草铁银的反应是非常之快的 然后下巴接手一个打击头,接必杀了 可能会打出一套灵气十个吗 在版面基于蒸气圈浮空,搞出一颗气,这样的话快速接下一套连断 我感觉灵气十个不是梦啊,这套 哎,三十二连跳轻腿,中拳载他还剩一顶血,快速转身又击满一颗气,直接使用一个大招结束战斗 这是多少连呢,三十八连啊,这套三十八连打出灵气十个 哎,现在吧,看下一局 第二局看荒虫还能不能稳住,看他罗伯特 这个罗伯特也是非常之狂的一个选手,但是开场就被瞎射打到 哎,距离过远的原因,并没有接上 下面来看,这又在寻找机会,快速闪身 哎,罗伯特防住,防住下轻脚没有连上,罗伯特再次向前推进 好像蝗虫已经摸准这个或去的套路,但是仍然没能防住这一招破蹲防 以为他又要有轻脚偷下盘呢 这就是兵不掩扎,裸地切换模式 又给他一个暗黑地狱结落 一松的起飞,跳子地,前进手,接上一个抱 所以还有一颗气,再给他一个大招结束了 那火球树灯,气夹射已经神了 现在来到了下一局 哎,第三局 第三局我们来看,蝗虫的投机狂人 后撤一下,哎,想空头啊 但是对手并没有跳,现在又被骑驾逮到,哎呀,被抢反 抢反的机会这么快就用掉了 我们来看骑驾车还有没有机会 下半生就跳C逆向,直接又连上一套必杀 感觉要穿三了这次 不得不说这个骑驾车是稳之又稳 皮重带稳 落地青角,气化模式,哎呦,一个暗黑地狱结落 杀了过去 哎,彻底白白了 大伎兄们来一波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